听什么 好 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就参观了这个博物馆之后 有什么新的收获呢 相信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 再加上这个讲解员他详细的讲解 大家以后再购买这些奢侈品 或者说生活用品 尤其是这些大品牌 大家不熟悉的时候 一定要认清商标 那个什么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这这这 我考验中文的收尾利索 这是什么哪句话 这是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就 擦亮你的眼睛 对 你重新来我重新来 就是就需要这个 就需要这个 重新开始收获 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逛完咱这个博物馆之后 是不是有很多收获呢 相信大家已经有很多的收获吧 如果是没有来过法国的朋友们呢 如果你们来法国要买这些奢侈品啊什么的 你在法国买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你如果选择代购呢 大家在选择代购这个代购这些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眼睛 因为现在A货也是很多的 所以呢 今天教的大家一些鉴品 鉴别艳品的这些小技巧呢 以后大家也可以用在生活当中 比如说去海外旅行 旅行的时候啊都可以的 他说啥 还有我给你补的那些换 感谢大家的收看 对 没事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李视频今后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更有戏 更有料的法国文化馆博物馆之旅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